当日天火昼至,青丘时方成灰,不知祖亲今日可还安好,对寿数漫长的药而言,若能忘掉曾经珍视的一切,也是很幸运的事,故里青丘,处东海之外乃红尘之都,必有周天狐祖。 画板里的狐妖故事,几分真,几分假,凡人莫有群信,九尾旁旁,千岁茫茫,堪破心证,可度为解,福度为命,我圣造化,一直念。 灵狐祸心,灵芝未开的小狐狸,到处乱跑,可是很危险的。 明艳九转,令心破,变踏结辉,使归来。 能解一族之祸,行寻俱灭又如何? 吸引神出,燃心魂焰,射难度厄,宁愿返本。 听说人和妖一样,都喜欢把本相藏起来。 通人语,问天机,消骨容金,不灭我心。 兄长曾说,我们狐足至宝内藏乾坤,可助凝神顾灵。 学会做人,也是一种修行,一法,万千面。 一梦星期,一千节。 在梦里,姐姐们向我招手,他们,要去哪里? 族中长辈说过,世上最凶残的大妖,叫做命运无常。 我招手,也算是一种修行运无常。